昨天下午海巡長的1點10分的時候 就反覆尷尬的是沒有錄影 當時海巡第一時間寫下來的報告 在我的手上 1點45分的時候 就已經是有掉下去落海 跟昨天下午海巡長的1點10分的時候 就反覆是不一樣的 在下午1點05分發現中國漁船 下午1點08分中國漁船蛇行巨檢 1點10分翻覆船員落海 直到2點40分才發現失蹤船員送醫 但是在吹哨者的報告中 下午1點05分發現中國漁船後 直到1點45分中國漁船才在巨檢過程中 發生碰撞翻覆 溺水船員則是在2點07分就送醫 兩份報告漁船翻覆的時間 相差了半個小時 尷尬的是沒有錄影 那又或者是過程當中有刻意隱瞞嗎 那更誇張就是在黑江 總是這個意外我們覺得遺憾 但是呢我們海巡署在所有的大小船 都必須要有監視系統 我們在這邊深切的要求管碧林 你必須下台負責 我想在野黨不要每次發生一件事情 就用下台 我想這個變成一個習慣 並不見得是最好的事 1點45分的鐘 正經是有校校服務海公 昨天下午海巡署的1點 海巡署公然說謊 翻覆的時候說人家蛇行 不慎翻覆 結果根本是碰撞之後導致翻覆 委員這個你要有證據 這個昨天在我們的檢察官講的 他沒有證實是碰撞匡 你這個要負責任 你要負責任的講法 你這個要負責任的喔 這是你講的喔 我講到我自責任公開講的